水泥護欄沿著港邊興建 這是防潮牆 用來擋住滿潮的海水 只是沿路所見 還是有水淹進港邊道路 釣客變成阻擋潮水的破口 導致港邊道路 在大潮來襲的前一天 被迫積水 就在雲林博子寮漁港周邊 九月十九到二十一號三天 天文大潮就要登場 大潮即將達到巔峰前 跨過防潮牆的釣客 就像這樣雙腳腳踝泡在水裡釣魚 儘管岸邊有加強版的防潮機制 就等天文大潮來襲當下 再檢視效果如何 要做電動的 那是多麻煩的事情 而且要固定有一個人顧 然後要牽扯到他 如果真的颱風天的話 是不是 是不是會停電 潮汐預報 博子寮十九號的潮位 將達到兩百二十三公分 將成為天文大潮的最高點 防潮搶的機制 就是為了避免海水倒灌 水淹漁港 但就怕還在施工中的閘門範圍 成為破口阻絕潮水 公愧以愧 在內新聞廖宜的雲林採訪報導